神六千年的复兴之功 亚当犯罪后 神开始施行复兴之功 在这期间 魔鬼一直阻碍神做功 正如《以西节二十八章》中所记载的一样 魔鬼是特别的存在 在神和魔鬼之间 信徒因无知而被魔鬼所利用 神书圣经中 记载了神与魔鬼六千年之间的征战 这一征战 在新约启示录成就时 拉下帷幕 是谁得胜 是神得胜了 用什么得胜 是用耶稣的血和见证的道 在启示录二十章中 魔鬼即龙被捉住 关在无底坑里 从这时起 神和天国要降临 灵肉结婚之事会发生 神要来做王 这时 在这场启示录的征战中 有多少人会存活下来 存活下来的 就是聚集在西安山的十四万四千人 也只有他们会唱新歌 这是六千年历史中 神的所属存活下最多的一次 启示录中的征战 是神与魔鬼之间的征战 是神与魔鬼的灵肉之间的征战 令人感到惋惜和遗憾的是 需要得到救恩的信徒 竟不知道这一事实 加删启示录的人 无论怎么口称 耶稣教会圣经 也不能得救 启示录成就时 与全球基督徒的数目相比 得救人连几千分之一都不到 这要怎么办才行 传统基督教徒的骄傲之心 与日俱增 他们不知反省自己错误的信心 还自认为只有自己能得救 自称是正统 说新天地是异端 对于自己加删启示录 也毫不在意 但经上说 加删启示录不能进天国 会受到咒诅 被称为异端的新天地 通达了启示录 究竟谁会得救 这连三尺童子都知道 新天地耶稣教 正据账目圣殿 受印的十四万四千 通达了启示录 请来确认 神和天国会来到新天地 在地球村中 除了聚集到新天地耶稣教 正据账目圣殿的人之外 再没有得救的人 新天地是真正按照新约启示录 被创造的 请来确认 这就是新天地的胜利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